好玩這個射擊遊戲 好玩這個射擊遊戲的時候 我們把我們所有的自訂按鍵都射好了 所以我們現在 左邊這邊的按鍵是發射了一個功能 右邊是丟我們的雷 但我們就把它射到我們後面 因為我想要我們手指頭永遠都在我們的射擊的板機上面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後面兩隻手指頭來操作我們的快捷鍵 還有另外兩個 還有另外兩個快捷鍵 下面還有另外兩個快捷鍵是設定奔跑的部分 下面還有兩個快捷鍵是設定奔跑的部分 就是我們可以跑起來 然後下面這個按下去是滑行 就是我們跑起來就可以滑行的部分 我們這樣子就可以 我們拇指永遠都在搖桿上面 我們手指頭 食指永遠都在綁肌上面 這樣子就可以輕鬆的做射擊 所以我們這個射擊遊戲我們把我們的 那這個射擊遊戲 這個射擊遊戲我們把有四個功能都把它射到我們的後面的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射擊遊戲我們把四個按鍵射到我們後面的這個四個的自定義按鍵 我們就是前面這兩個是功能跟大招同時按的時候 但是我們的食指如果這樣子不分 我們這個射擊遊戲我們把我們食指的兩個自定義 我們這個射擊遊戲我們把食指的兩個功能 直接射到我們的自定義按鍵 就是我們的有功 我們這個射擊遊戲我們把我們的食指的另外兩個功能 就是我們可以丟工具的這個功能跟丟雷的這個功能 我們把它丟到我們的後面自定義按鍵 我們這樣食指永遠都可以在我們的板機上面 永遠都可以隨時做射擊 而不用這樣手忙腳亂這樣亂按一通 那下面還有兩個自定義按鍵 我們把我們的拇指的按下去的功能跟 右邊的拇指 那後面還有兩個自定義按鍵 就是我們射成這個拇指按下去跟 右邊拇指按下去的這兩個功能 一個是跑 一個是滑行 所以我們就可以所有的功能都在我們的 這樣我們就可以食指永遠都在板機上面 那拇指永遠都在控制我們的方向部分 這就可以輕鬆 這樣就可以專心很多 這樣我們就可以食指永遠都在板機上面 這樣我們永遠食指都可以在板機上面 那我們的拇指都永遠可以來控制 瞄準方向 這樣子就可以分工一下我們的按鍵部分 這樣我們才不會手忙腳亂 然後不知道手到底要怎麼樣 這樣子我們食指永遠都可以在板機上面 然後我們拇指永遠都可以控制我們的方向部分 這樣才不會讓我們手全部都手忙腳亂 又要按這個又要按這個 然後這樣子 嗚嗚嗚